大家好,我是小妍 快过中秋节啦 月饼可以在家自己做 做法简单 做出来外皮柔软酥脆 馅料香甜好吃 一起来看看嘛 今天我们要用到的原材料 就是这个大冬瓜 一个10斤的大冬瓜 先把冬瓜从中间切开 然后把外皮去掉 再切成小一点的块 用擦板擦成细丝 把冬瓜丝擦好以后 向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先把冬瓜里面的水分 淹出来 上下搅拌均匀 先腌制10分钟 准备一斤的红枣 把红枣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 把红枣切一下 像这样切片 然后把红枣的盒去出来 如果太大 可以再切得小一点 切好以后 先放进碗里备用 冬瓜丝腌好以后 里面腌出了很多的 冬瓜的汁水 现在要把冬瓜的汁水 过滤出来 挤汁水的时候 尽量挤得干一点 这样后来炒冬瓜的时候 会省很多时间 冬瓜挤好以后 先放进炒锅里 最好用一个拨粘锅 倒进锅里 先抖散开 冬瓜汁也举出来很多 这个也不要丢掉 可以做冬瓜茶 也是非常的好喝 开上中小火 现在开始炒冬瓜馅 这个过程要不停地翻拌 以免粘连锅底 炒至冬瓜变色 看起来有点出水 向里面加入200克棉白糖 或者白砂糖都可以 继续进行翻炒 把棉白糖炒至融化 看着馅料有点缩水的情况下 现在就可以向里面加入一大勺的蜂蜜 如果家里有麦芽糖 可以加入麦芽糖 继续进行翻炒 炒至冬瓜有点抱团 现在可以把红枣加入里面 继续进行翻炒 炒至馅料很容易抱团 里面的水分尽量炒干 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可以把馅料放在一个盘子里 刚出锅有点太烫了 把揽开散一下里面的热气 以免待会儿制作的时候会很烫手 馅料准备好了 然后就开始准备月饼皮 先倒入140克的转化糖浆 50克玉米油 3克碱水 用铲子搅拌均匀 加入200克低筋面粉 先搅拌成絮状 然后下手揉成一个比较光滑一点的面团 揪下来一个小剂子 用掌心搓圆 搓成像这样的小圆球 可以称一下重量 月饼皮是20克 因为模具比较小 所以这个大小刚刚好 馅料可以做成30克左右 但是也不能太大 29克30克这样就可以了 也一样先准备搓成一个小圆球 取出月饼皮 先用掌心按压 按压成一个薄薄的一个饼状 而且看起来比较光滑 手上戴上手套还是比较好操作的 然后把馅料包裹在里面 慢慢地将它整理包裹住 然后再搓得圆润一点 模具里面刷上一层薄油 这样也是为了防粘 把边缘都刷上食用油 把剂子慢慢地放入里面 先轻轻地按压一下 然后直接把月饼的模型就拖出来了 非常的简单 而且也不会粘连 烤箱提前预热5分钟 190度先烤5分钟 准备一个蛋黄 里面加入几滴清水 把蛋黄稀释开 先搅拌均匀 5分钟之后 可以把月饼的表面刷上蛋黄液 继续再放入烤箱 烤15分钟左右 时间到之后 就可以直接取出来 刚出锅的时候有点太烫了 可以稍微晾一下 更好吃 自己做出来的月饼 干净卫生 馅料可以自己随意调节 不喜欢吃太甜的 可以少加一点棉白糖 像这样的月饼多吃两个 也不会腻口 冬瓜和红枣搭配 营养也很丰富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做法 就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送朋友 送亲戚 都是不错的选择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